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是Li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那這邊跟各位告知一個消息 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有新的群組了 那如果大家想要加入LINE群組的話 歡迎到影片資訊欄裡的DC社群裡面找到我 然後請把你的YT的名稱還有這個LINEID傳送給我 就會把你加入到我們的LINE群組 那我們這個會員LINE群組是剛剛創立的 所以人數不多 那偶爾呢我會在群組裡面找大家喜歡遊戲 或者是大家可以在裡面約戰 或者是找看大家有沒有人一起打電腦打玩家 都可以的 那我個人也是蠻喜歡打AI的 因為可以練習很多新的戰術 還有開發一些新的打法 好我們就回到比賽中 那蒙古人呢這個文明呢 最大特色是吃大象 還有這個鹿肉啊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只要野生動物都是很快 那這個就是他前期最強加成了 那所以因為他有這個能力的關係 所以他非常適合打這個三棒棒前央或是兩棒棒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封建時代的話我會比較建議打肉馬系的 肉馬系轉一個射箭場毛兵防守 其實就差不多了 那後期呢打這個蒙古土記跟草原奇兵 對他都是一個主力部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的話這個文明呢最大特色是 研發科技的時候呢會獲得20黃金喔 而且西班牙人呢這個特色 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是 他是全遊戲裡面喔 火藥射擊速度最快的文明喔 所以他出這個他的寶兵喔 西班牙征服者是非常有殺傷力的 那後期呢可以配上自己的霸權喔 村民有戰鬥能力喔 這個偶爾喔村民可以上場 也可以到前線作戰喔 那後期呢是比較適合打遊俠擊兵 加少量的西班牙征服者到後面輸出 是一個比較OK的選擇 那我覺得西班牙人比較難玩的地方是 他的經濟加成並不多喔 就只有這個建築速度比較快一點喔 就是他這個經濟加成喔 還有這個研發科技獲得20基因的效果 那當然兵工廠不用黃金這件事情 也是算是讓他一個經濟補正喔 可以省下大量黃金去研發科技的時候 只需要漏而已喔 非常賺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打法 跟地圖 那這個比賽呢是由道特對上這個 NDR2I 這個他的名字雖然我不太會念 但我對他的印象蠻好的 他的打法戰術都不會太弱 而且他的分數我覺得有點奇怪喔 我覺得他應該是2300、2400才對喔 但他分數一直在2000分左右 就有點匪夷所思喔 他實力不應該是這樣子喔 好那這邊就遇到道特了 道特分數是接近2600寶分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地圖的部分 道特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右上角金礦在外側 偏危險 主金在裡面還蠻好的 但是他有一塊金是偏危險喔 是正對對手的 而且這裡附近沒有任何的高地喔 只有下面高地可以蓋動城堡 那如果這邊蓋城堡的話 也很難守到這個主金喔 這個附金才對 那如果真的要守的話 可能要蓋這個斜側高地吧 去守這個石頭 然後再盡可能喔 去這邊蓋個城堡 或這邊蓋城堡 去守住自己的附金 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張圖看起來對道特並不太友善 雖然正上方的墓區喔 非常的厚喔 右邊這裡好一塊喔 所以前期木頭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中後期的空圖方面 會讓西班牙人這邊會有點難受 而西班牙人這個文明喔 是非常需要打西班牙人征服者的關係喔 需要挖石頭的 你前期地圖不太好 很難維持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被人家打穿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蒙古人地圖 蒙古人這邊金礦跟果子都偏厚去 後面喔 而且木頭也非常旁邊喔 這個捷徑天土耶 這個不是捷徑啦 這根本就天土啦 這個石頭在前面還能接受 那 他這邊要圍的地方也很小 左邊這邊也是 那後方呢 圍的地方也是偏小 也沒什麼問題 而且是三片木區喔 正面要畫的雖然多了一點點喔 但其實也沒多多少 也可以輕鬆圍起來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我覺得蒙古人這樣是偏天圖開局喔 但石頭樹可能會小心一點 因為蒙古也是需要打蒙古圖技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喔 那目前看起來蒙古人的地圖分數喔 大概是80分喔 西班牙這邊則是只有30分左右 今天30分是主精在後面喔 所以是偏安全 其他部分就比較慘了 你看那個金礦都在外面就會很難受 主精彎完就會彈藥兩絕了 好 好 那西班牙這邊是點下了一級目 蒙古的4.7一級目一級農 這個算是偏農的開局 蒙古也沒有打棒棒 而是直接打刺猴開 那蒙古刺猴雖然這個肉量有 這個血量有這個加成 但是要到這個清洗兵才有 所以要到城堡時代 血量才會多一點點 那我覺得蒙古人前期刺猴也不用打太多了 就稍微打一下就好 那槍兵也出過幾次毛兵也可以上去前壓 那盡可能去跟對方互換 不用一定把對方打搶 這個想法有點太硬了 好 那刀者這邊是先行防守 因為自己地圖很爛喔 防守是一定要的 好這邊看到對手已經把刺猴拉到後方 下方的槍兵直接護戳了起來 刀者這邊有先手的優勢 直接戳死了對方槍兵 蒙古這邊來到了五隻刺猴 刀者這邊也沒有想要隨意的 就衝出去做反擊喔 反而是很適當的 去點出自己的品種 哇這個有點心機喔 那西班牙人打品種的話 其實是很好的一件事喔 因為畢竟後期初遊俠跟西班牙征服者 都一定是可以用到品種的喔 現在點下就不會太虧喔 好西班牙這邊被揍了一下 血量掉了一點 蒙古的血量一樣是45滴血 那這邊直接做個VS 這邊刺猴出去看到對方以為 差不多決定要回頭 這邊戳到了幾下 哇蒙古這邊刺猴血量變得很低 現在西班牙人的刺猴血量非常有優勢 好260滴對上100滴 喔這邊直接硬打 現在目前道德這邊領先100滴血的優勢 道德打得非常的OK喔 沒有問題 這個判斷都很棘手 剛剛把刺猴拉回來打是正確的 那兩邊槍兵出的都差不多 大概都四隻五隻左右 那這個時間點其實就盡量不要再去按刺猴 去按個槍兵稍微守一下是可以接受 那你下射箭場就有點太過多了 畢竟人家沒有出太多工兵喔 你可以用刺猴解決掉對方的刺猴跟毛病的情況下 是不用去下射箭場 尤其是已經到了16分15分的時候 看到對方一隻工兵阿毛病都沒出來 就可以十打九穩了 穩穩的上這個城堡斯袋 那如果你真的不安心的話 點完城堡斯袋再去下這個射箭場 也是來得及的喔 不用太擔心 畢竟你現在如果有像盜頭一樣 這些兵種的話 在前面做偵查 還是可以拖到一點對方出門的時間 除非蒙古這邊喔 從一開始我就在那邊屯弓兵喔 屯超多隻的情況下就不一樣了 好那蒙古確實在這邊屯弓兵喔 哇雙射箭場 好那盜頭這邊可能要下一個射箭場會比較好 稍微防一下 好盜頭這邊地圖超爛 被迫下了一個 這個 烈望塔 好這邊果子快要吃完 好這裡補下一個市集 兵工廠有補下 射箭場沒補 這樣西班牙人會有點難受 城堡可以挖出來一棟了 城堡可以考慮蓋這個位置喔 甚至蓋TC這裡都也沒什麼問題 好那這邊是選擇蓋了正面 想要守護自己的重要墓區 好 蒙古這邊是上了城堡站 先開了一個TC 那也有打算開農喔 但是一樣是先升下了奴兵升級 加上二級聖喔 那這個階段呢 西班牙人一直研發科技喔 是經濟會一直領先蒙古的 因為蒙古研發科技是需要黃金跟肉的 那西班牙這邊研發科技只需要黃金喔 這個 不是只需要肉喔 不需要黃金喔 所以可以省下需要許多黃金喔 去除這個吸增 採金的人數就可以少一點了 這個是對西班牙人喔 前期一個不錯的經濟加成 那多出來的人就會去伐木啊種田喔 讓他經濟再更好一點點 所以蒙古人這邊會稍微有點難打 這個時間點 而且待會吸增數量來到四到五隻之後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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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大概五六隻了 那就可以稍微去反制了 對方的單位了 那西班牙征服的上次該班有改動一點喔 這個遠防少了一點的關係 所以現在奴兵設吸增很痛喔 所以盡可能要打這個最遠距離喔 那目前奴兵是七射程喔 西班牙征服的是六射程 所以基本上還是被counter的 基本上吸增硬打的話 很難打得贏奴兵喔 所以我才會說看情況喔 還是要去下個射箭場出個毛病喔 像道德這個是比較進監打法喔 直接出頭車啊奴炮去打 是比較高難度一點點喔 這邊再偷偷想要開個幾槍 頭車砸一發 兩個頭車繼續往前壓 回頭射了一下吸增 回頭射了一下吸增 OK 頭車繼續追逐 後方第二步 對馬攻跟騎士進來 這邊已經堵住了 一個10搶 OK 這邊再繼續秀 你看吸增也不敢上去打 我就是被nerf了會怕 以前吸增可能還沒那麼怕奴兵 現在超怕了 這邊直接貼高地想要正面硬扛 但是奴兵對吸增傷害還是太高 雖然血量上應該是能扛得住奴兵的傷害 當然是損失掉一些吸增喔 這邊馬攻殺一些村民 剛剛錄了秀操作的關係 所以這邊村民沒有在空 直接被塗到了五村左右 到這邊落後非常多村民 村民數來到五十六村打四十五村 蒙古人因為打馬攻的關係 自己也點下了 品種跟彈道學 那我覺得這場比賽真是蠻經典的 古早未對決 以前文明沒有那麼多時候 很常看到這個蒙古圖記喔 對上西班征服者的畫面 大家就會覺得說 拿槍的引力比較強 事實上也是如此 這個初期的時候是這樣子 到了蒙古馬攻數量一多的情況下 還有拇指環 那個戰場畫面完全改變了 這個吸增可能會被對方蒙古圖記給壓著打 這邊有彈道學 馬攻現在射得非常準 而且現在攻速也是特別的快速 這就是蒙古圖記 蒙古人的馬攻優勢喔 那我之前的影片有講到 我覺得打蒙古的話 還是打蒙古圖記比較好的原因喔 是因為蒙古圖記本身的傷害是比較高一點的 一開始雖然可以出點馬攻 但是到了地龍時代 就不要再去繩這個重裝馬攻 我覺得直接去打蒙古圖記會更好一點 當然也是要看你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你城堡 地龍時間 鋪頭的情況下 石頭沒辦法挖得很完整 那就沒辦法出蒙古圖記嘛 那就只能被迫打馬攻 這種情況下去打馬攻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一般情況下你可以挖石頭 盡可能還是去打蒙古圖記 對你的勝率會有比較有點幫助 蒙古這邊騷擾打得很漂亮 道德這邊反而是因為手術不足的關係 這塊木學一直被射 射了非常多的生命 村民直接被射了10隻 村民數來到了70隻 對上47隻 差距快要來到了23隻喔 蒙古這邊想要用蒙古圖 這個馬攻直接點射掉投石車 但是後方也有投石車輸出 但道德這邊沒有打算要讓對方太好過 這邊是直接來蓋城堡 跟西班牙對蓋寶的情況是很難蓋贏的喔 主要是因為西班牙蓋寶有這個30%的加速原因喔 所以是很難跟他對寶對贏的喔 所以這邊只能撤走 也不能用買城堡方式喔 去買出一棟城堡 這樣一個石頭都沒有啊 這邊找到一發大丸的 沒有人在修投車 直接倒掉 這匹馬攻進來 道德會很受傷喔 這邊石頭也不能繼續挖了 這裡又被抓到挖手村民 西珍過來救 這個能救得到嗎 看來還是要損失幾隻村民喔 西珍過來射一下 當然依舊很痛 射到非常多村民 道德這裡沒有及時把挖礦的村民拉走 對方直接在禁塔下 輸出這些村民 雖然馬攻數量被減少了一些 西珍也是努力的反擊 那如果像這個情況喔 九隻 西珍 九隻馬攻 配上六隻西珍 西珍還是有可能會輸的喔 所以這個還是要稍微走位一下 他正面怎麼一大坨倒地喔 稍微buff一下 看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CA模擬器的好處的地方 就是可以回放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回放 相葉剛剛在偷寫的時候 正面直接做個對打 道德正面直接開槍 想把蒙古的馬攻全部射光 但自己西珍也是不太能扛箭矢的關係 倒地了非常多的數量 數量只剩下七隻了 馬攻數量來到只剩下兩三隻 原來是這樣打一打 我以為是用頭車閘的 結果不是阿 好 好 那前後兩邊打完差不多 兩邊都是兩敗巨傷喔 但西班牙這邊是受傷更多的 村民術被殺太多 而且是單TC 那蒙古人這邊則是TC 一直有在開喔 而且村民術一直在領先狀況 領先了三山村 快到一倍數量了 那蒙古人這邊待會要做的應對喔 是會比較需要出生旅或戰毛兵喔 甚至出草原騎兵來抵抗會比較好 那由於現在一直被拆的關係喔 現在要打這些單位比較困難 出山旅可能是最佳解 然後趕快去挖石頭 繼續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蓋在比較安全的位置喔 讓敵方喔 沒辦法再這樣輕鬆繼續進攻 是比較好的 甚至後面再蓋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出個頭子車 出來應對一下其實也是不錯的 好 那最後西征也是把後方的蒙古突擊給解決掉 解決完之後呢 不是蒙古突擊 中招嘛 這個普通的馬弓解決完之後 就往前了 那我現在看到這個局面喔 西征的征服者雖然數量是多喔 但是經濟上開始越來越給補上 對方蒙古的這個經濟了 即便兩邊是很一樣是6的情況下 馬弓可能還是會更有優勢一點喔 所以現在數量夠多 然後經濟又好 看這個反射回去直接倒地 很痛的 我這邊再想要點射一下 頭子車砸 哎呀沒有砸到可惜了 先閃射 想要來硬砍 出了兩隻騎士想要砍頭子車 頭子車直接砸掉 砍掉兩台頭子車 第三台頭子車 騎士沒有輸出 直接撞到城堡直接死去 有點可惜了 這裡沒有碰好 但是這裡有順利投掉頭子車的傷害 馬弓速度依舊保存起來 利用自己的馬弓優勢 這個機動性喔 去對對方的頭子車做出大量的輸出 這一波蒙古人打得非常漂亮 當然西班牙這邊也是不甘示弱 直接把西征拍到後方 來騷擾蒙古的村民 這邊村民可能要直接跑了 而且城堡快要蓋出一棟 這邊一定要守住喔 應該是沒問題 兩邊打得非常的 兇喔 都是偏強軍士 但蒙古這邊是有點偏濃 半農半出兵 這個是我比較推薦的打法 比較不會有空窗旗 但是也沒辦法農得太好 當然的好處就是 你不會被對方強軍士一波帶走 西班牙這個文明爾是很容易打一波強軍士的 因為他西征非常貴喔 他要出這麼多西征的話 通常他TC是很難蓋下去的 這時候你就可以認定他是在打強軍士 單TC的打法 你只要能稍微殺到他幾村 然後正面又擋得住的話 基本上對方的強軍士就宣告失敗了 我覺得道德這邊打得有點危險喔 現在這個馬攻數量一起來 希望正負則是很難反制回去的 這邊城堡還沒有蓋嗎 這邊是想要幹嘛 石頭拿去賣掉嗎 待會城堡可以考慮蓋這個位置 在中間TC中間這兩邊位置 先守住自己農田區跟金礦區 然後嘗試雙TC上這個地龍時代 把這個農田拿回來之外 再出巨頭還有組金 會比較好一點 後續規劃是這樣子 那這邊盡可能就用自己的馬攻去做騷擾 可能分兩隊喔 一隊在家一隊去外面騷擾 那道德這邊打得有點不太好的地方 是他居然沒有繼續把家裡這邊圍死 一直讓對方有機會可以溜這個洞進來 這個是比較對道德一點的自命傷 這個自命傷有點慘 這邊只要一進來村民又沒得跑 依舊還是要吃到這些箭矢傷 甚至要損失更多的村民 這邊馬攻直接射掉 還是砸到了一些馬攻 馬攻倒地了一些數量 大概5隻 正面是來投射直接硬砸 這就是強軍師的威力之處 那為什麼蒙古這裡不太想出投射 原因是因為有吸增 吸增大概5-6發 只要沒打歪的話 沒打歪的話是閃法 通常5-6發的話 又喊那些砲槍的數量 所以5-6隻可以直接射掉一台投射車 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打法 強軍是西班牙戰不打是沒問題的 但遇到城堡就很難繼續進攻的 所以西班牙這邊是決定要蓋下一棟城堡在前線 再用這棟城堡蓋起來的話 可以有機會直接收掉兩個TC 那對西班牙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可以讓對方基金再更慘一點 但其實西班牙家的經濟也是一團招 因為沒什麼防守能力 城堡也都在外面 這跟城堡差這個位置 對方也沒有什麼太大壓力 那如果是差這個高地的話 或是正面這個位置 對方想要進來其實也不大容易 不能說這一棟城堡蓋得有點... 不能說不好 就是有點太保守 或是沒有差到支援處 重要支援處 好 那目前看起來蒙古 越來越穩 西班牙這邊經濟很慘 村民術很慘 打4打4 4 4 3 差了40村啊 這個數量 好 這邊護色 西針應該是可以打贏 但是有點炮槍 OK 打贏了 好 蒙古突擊繼續... 不是蒙古突擊 一般的馬空繼續繞 那這邊偷子車數量來到舞台 拆建築物速度非常快速 這邊列了一個箭塔 想要來嘗試用箭塔 來反制對方偷子車 那偷子車的射程是7喔 箭塔是8加2 9射程 其實非常遠 好 這邊打算用馬空全命解決 這邊直接做個包夾贊助 蒙古人這邊大量馬空直接包圍了西班牙所有的單位 西班牙這邊能夠打贏正面的蒙古馬空嗎 蒙古馬空直接圖童包圍 雖然損失自己大量的蒙古馬空 但是西班牙人大軍全部被殲滅 哇 蒙古這邊打的包圍戰術打得非常漂亮 然後中間開始混出了一些蒙古突擊 這一波戰爭是由西班牙人大敗 舞台頭車全部被消滅 剩下少量的犧牲 那這一波進攻下來喔 我覺得西班牙是走遠的 主力一部隊被消滅 經濟也沒農起來 龍骨後面馬空繼續騷擾牧區跟石頭 還有這個金礦一直被打 雖然金礦終於挖完了 好這裡馬空再一次上前 看一下可否拖到一些村民 哇這邊又要再殺個幾村啊 道特的村民術永遠沒辦法超過50隻啊 太慘了 村民術又驟降到了剩下42隻 有農跟沒農一樣 蒙古人村民術來到87村 還可以再多 哇 村民術正式變成拉開一倍了 好 那蒙古的王牌 蒙古突擊 直接來做一個防守 數量同等於西陣的時候 其實會有點危險 但這邊 倒特不想要用少量的西陣去跟對方秀操作 這邊可能要再去補一下西陣數量 這邊回頭開個槍 兩個蒙古突擊殘血 OK 後方的蒙古突擊要來抓西班牙這邊村民 倒特這邊村民再抓掉 喊繼續打嗎 哇這邊村民有點多 大約快要死這村民 村民數值36 35 34村 基本上要全到啦 倒特這邊村民實在太慘 村民數值34村 蒙古這邊已經來到快90村 快差了三倍了 蒙古這邊遊擊戰打得非常漂亮 西班牙正覆著看起來是快倒了 看來蒙古突擊還是比較略勝一籌的 這邊繼續繞 想要去抓一下 給我們去偷挖驚豪的村民 這時候蒙古要來插一根城堡 想要來給蒙古 這個西班牙最後的一擊 這根插下去他就沒有安全牧區了 安全牧區一定要到城堡這邊挖才可以 那這邊經濟一定會出現斷層 一出現斷層就是最根稻草的 這邊再繼續殺一些村民 又收到一隻 兩隻 三隻 這邊閃頭側的傷害閃得非常漂亮 這個蒙古人的玩家真的 真的看不起來是2K啊 他的實力至少有2324以上吧 打這個道德快2600分的人 打得像是跟18家在打一樣 不知道是什麼 他看他打得好像也蠻輕鬆的 這邊城堡 道德出現一個大失誤 西班直接在城堡 下面跟對方蒙古突擊互打 損失所有的主力部隊 道德這邊打出了 絕絕 道德這邊失誤非常多 當然也是因為蒙古這邊打得好 所以蒙古 才可以抓到道德這邊很多的失誤 而且道德他這邊也知道 對方的經濟重區在哪裡 蒙古這邊也是守得很好 城堡都蓋在這些重要位置上 基本上該守住的東西都是守住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道德這邊沒有辦法找到對方的弱點 一直被對方抓到 反而有點傷到自己的經濟 最後只能打出巨巨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由西班的 食物這邊領先了一些些 肉量的話有大概贏了快一萬吧 但其他資源都是輸的 木頭快要輸到一萬了 這是有點誇張的 黃金銀的小銀幾千 石頭也是 經濟部分也是因為強金速 跟打偏濃的關係 所以經濟差距差距非常大也是正常 村民出路也是會差很多的 好了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電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